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集团负责人还到场为当地的残疾人朋友们捐赠了太阳能热水器 为他们改善生活质量 也难怪志玲姐姐会选择和该品牌长期合作了 毕竟在公益事业上双方可以算是一拍即合 早前志玲被媒体曝光曾低调捐款单笔高达千万台币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事实上这些年来一直热心公益的志玲私底下为孩童的教育和健康问题还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呢 最近如果是在儿童方面的话 还是着重在志玲姐姐儿童之家也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专案 那会帮偏远地区的小学帮他们盖宿舍 让他们上学的路不再遥远 因为教育是最基本的希望给孩子一个公平的起跑点 那其他包括教育以外的医疗方面 像构置一些还需要的一些部件的器材 还有早疗中心 就是像吃饭儿 他们六岁之前是最好的黄金学习期 那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专业的学习领域 人美心善这个词大概就是为了志玲姐姐量身并坐的吧 当天志玲更是化身最美证婚人为集团几十名员工的集体婚礼主持了证婚仪式 对于志玲来说 为了广告代言穿上婚纱的次数可是不少 但是这样富有人生意义的仪式 她还真没怎么经历过 对此她也承认自己似乎在成家立业方面得累太久了 不过作为一个女孩子 她仍然对这一生只有一次的珍贵仪式充满期待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在大家念书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之后就会成家立业 对 那这点好像我迷累太久了 刚刚在台上有讲到每个女孩子都希望爱与被爱 那对婚姻还是有期待和憧憬的 在努力 说的轻巧但是做起来可似乎没那么荣优 尽管智玲姐姐一再表示自己也有重新寻觅爱情的意愿 可爱情这样的东西对于520都只能在动车上过的她来说 看起来似乎还真是有一丢丢遥远 清楚了 我们是在动车上 我觉得其实只要是艺人或是像程总这样 其实都会在不同的环境里转变自己的时间身份等等 可是我们会让自己一起从要面对大家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是很像一个太阳能够给大家一个好的感染力了 所以不会觉得累 能够有这样的觉悟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艺人了 然而网友们总是如教导主任般严格 年初更是在网上狠批林志玲不顾形象让自己发福了 对此志玲姐姐笑着回应发福只是因为身体打了抗生素 现在有在网友的监督下好好瘦身 对那时候有跟大家讲说 因为刚刚好身体状况吧 打了一些抗生剂 所以就突然吹起样肿起来了 在大家的监督之下 不用努力瘦身 虽然是笑着回应 但是身体总归是自己的嘛 或许志玲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表示接下来打算暂停一下工作 调整一下自己的脚步 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了 经期我还真没有 对好像每一年都说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脚步 后来大家都说你失言而非 你并没有慢下来 我觉得今年真的要开始思考一下 不管怎么样都要当心身体 志玲姐姐可不要再让粉丝们担心了 洛阳报道 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TV 期待 期待 期待